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研究的股票哪些 为什么这些股票好像涨了不少 是 我们在上次上课 基本上就是要从第三季财报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来找下半年的个股 尤其里面我们在电子产业里面 我们只选一个产业 是今年上半年完全没有涨个族群 哪一个 你一定知道 Nobuka 不是Nobuka上半年是涨翻的好吗 太阳能 没有一个前任老婆卖很多的那个 被动元件 对的 最近几天涨很多 是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因为他老婆回来了 我回来买了吗 因为明年5G手机放量 被动元件的需求起来 老师刚刚就叫我换手机 我要贡献其中一支 是的 没错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今年第三季 其实很低迷的状况 所以这几天 第四季嘛 是反映什么 明年 反映明年 对 老师说的好 就是投资要往前看 对不对 然后要从财报里面挖股 对 没错 那除此之外也包含 像我们在9月份有推荐的广环科 他也是跟那种直播视讯相关的供应商 他股价也从16块涨到现在30 40块 这是老师从财报里面帮我们挑选 比较优质的公司来解析 另外像是什么 爱三菱 爱三菱是做什么 你知道哦 我听说跟营件有关吗 你听过贾三菱吗 我知道 我也知道香菱 爱三菱就跟海悦一样 就都带销的 所以最近房市很热嘛 所以会看到爱三菱股价当时才30几块 现在呢 现在70几块 六七十块 翻一倍 对翻一倍 好 厉害 所以要好好的听 另外今年下半年其实市场上的资金都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太阳能 哦 老师对 这你在财报上也有帮我们挑到 对不对 像安吉 安吉他出货给谁你知道吗 谁 最近最红的 不是川普吗 不是川普 出货给川普 才刚签约的 谁 中兴电啊 哦 你说才刚跟中兴电签好约 他要出 不是不是不是 中兴电才刚签约要 西门子 对跟西门子签约的那家公司 可是 安吉呢 就是出货给中兴电的台南电厂 哦 那未来中兴电要往哪里走 国际化吗 花莲走 他花莲还有四块电厂 他花莲最重要的就是花莲那个1.2 他这样算起来 除了花莲 加那个台南1.2Gkw 对1.2Gkw 没错 懂懂懂懂 老师你一直考我 好不容易回答到一题了 他现在才出台南而已 未来每一年他都会出 嗯哼 花莲 嗯哼 所以安吉的部分就是跟着中兴电去走 所以他是一个长线的股票 可是他的momentum啊 是不是老师这个财报里面 也是要帮我们追踪一下吗 嗯 财报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安吉的出货跟暗场有关系 例如中兴电的部分可能出到今年 嗯 第四季就差不多了 嗯哼 所以第四季的营收可能会慢慢下来 可是明年中兴电有新的暗场要进去 嗯哼 所以他的营收在明年还会有另外一波新的高场 哦 所以可以找机会看 诶 同学有没有想要听什么股票啊 可以帮我们留言哦 看老师有没有研究这档股票等等哦 有机会就帮大家解析哦 像我想要听的是中兴电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就自己留言中兴电好了 哎你们想听什么股票 欢迎帮我留言哦 好 然后再来像世纪钢 哎呀老师这也是风电 风电族群 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当时大概在一百块附近 嗯哼 那过了一个月 他涨到一百四十五 嗯哼 涨了接近快三十几% 哦恭喜大家啦 对那我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暗示 暗示 世纪钢这个叫做第一波的离岸风电的墙盖槽 嗯 他还有第二波 哦 那个时间点是2023年的下半年到2025 所以二还很久呢 还很久啊 所以你要等待什么 因为世纪钢下一个时机点就是在那一个风场盖好的时机 出货出货量是现在的一倍 哇比现在更大 对所以如果未来的世纪钢有拉回 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很清楚 所以真的要研究 那另外今年世纪钢不是前面新闻有说 他们判接出现问题吗 所以营收你会看到九月出来是delay的 对 对那这个部分 那delay我刚好进货吗 不是我刚好买 这部分你看股价也没下来 回一点点而已 对回一点点没有下来 对那重点是什么 今年的delay反而会造就明年又成长 哦这样子是好事 这样是好事 反正今年就结束了无所谓 无所谓 我们投资要往前看 对龙老师的名言 好 好再来刚刚讲过爱三宁了 爱三宁 爱三宁除了啊 他自己的代销业之外 他自己在板桥江 所以总共有四块土地 哦 所以那四块贡献他的获利也相当大 是非常精华的水岸指标 嗯 所以我想大家对爱三宁的部分 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好哦老师在这个时候啊 帮我们快速讲过他上半年看好的股票的追踪 如果你有特别想要知道的 再帮我们留言 我们会大家依照顺序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就帮大家解析一下老师的产业的看法 好那再来就是华星科 最近恭喜被动元件哦 九月的部分你看是罗难 甚至最惨 好那像华星科的部分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其实是大概一百五十几嘛 一百六 对 可是他九月很惨淡然后跌到一百四十三 这时候怎么抱得住啊 超惨的 但是我们在上课时候有讲上半年没有涨的部分 只要5G一发动 其实被动元件的出货量就会提升 所以我们首选是谁 奇力星跟华星科 所以哦 如果今天你没有上课 没有先知道说 接下来产业要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需求什么时候会增加的话 下跌的时候真的抱不住 没错 还是要研究深入一点哦 你下跌抱得住的话 你现在才可以享受获利的果实 那你要在下跌的时候你敢买才有用 下跌再加买 所以钱要多了 先存好钱 不是这样吗 有时候是运气 你那个运气到了 然后你又觉得那个点位你OK 你才会勇敢买 再来就是上半年非常红的 我知道 松翰他居家的修飾 不只他啦 很多家都是啦 跟MCU相关的啦 现在最缺货的是谁 我不知道 你看我都没有认真做的 你每天都在问我 你不知道 我每天问你吗 2303啊 连电 8寸晶圆 8寸晶圆最缺了 OK好 下来 所以这就是上半年的股票啦 上半年过了过了 我要来问了 第三季 对 现在是11月 几号啊 现在是11月4号 所以离财报就是下礼拜咯 14号我们就要公布 最后所有的人都要公布财报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密集财报 揭晓的时间了耶 那老师老师 有什么宝 在这个时候可以挖什么最好咧 所以我们是第三季财报 谁会给我们惊喜 我觉得第三季有两个产业里面很重要的关注点 甚至可以说三个啦 首先第一个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什么 海运 海运的部分基本上呢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每年年底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帮大家看一下还是不太清楚 好 每年年底的逻辑就是 如果这间公司出现了转机 再来 他开了法说会对于 接下来或是明年很乐观的话 这种东西在红包行情就会涨 好了我帮大家画重点 虽然大家看不到荧幕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第三季财报 通常都是红包行情的开始 那哪一类股票最容易让大家赚到 股底反升的 诶 红包行情就是第一 股底反升 他明年有一个转机 特别是有亏转赢最好又大赚的这种股票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 杨明在法说会让你讲什么 讲说今年第四季是二十年来 最旺的一季 最旺的第四季 而且他现在的能见度觉得明年第一季也不差 过往是第四季从十月开始海运的报价就往下走 因为进入淡季 对 可是现在是海运报价在十月底还往上走 甚至十一月又往上走 对 十一月是十月的一倍是不是 进阳 我已经忘记长一条线了 涨一百块 一百块 一百美金 一百美金 那其他线呢 会逐步的会因为排挤 什么叫排挤 所有的船全部掉到美国线去 那欧洲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封城嘛 欧洲现在有三个国家封城 那封城像英国像德国法国都封了 他们船只是不是就掉开到美国 那未来如果德国他们又开放了 船又会开始变拥挤了 所以欧洲现在就会涨价了 然后这里缺 这里缺 然后这边也缺 就这边涨完换这边涨 就是这样一直轮着涨 这样的概念 然后最后重点是什么 十二月份 亚洲线来了 亚洲线为什么来了呢 因为明年一月二月 二月过年 你要在十二月一月先被迫 就先抢 把那个东西从海上运过来 所以你的线在美国回不来 在欧洲回不来 所以亚洲线也会跟着涨 因为可以装的贵不够多 可以装的工人又不够多 如果像最近欧洲疫情 好像起来了 多了一些感染的病例 那这个时候 它又开始封城了 那人不是更缺了吗 那人更缺了 那装货的又 运量又少了 那价格感觉下来不容易 不容易 再来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重点 现在是全球零售商历史库存的低点 我懂了 历史库存的低点就是 我要补库存 对 所以就像我现在进入了感恩节 进入了圣诞节 我卖完就没货了 我还是要勤 我还是要补 对 还是要补 这个详细的航运 其实我们老师花了三个小时 整理了很多资料 包括说 航运的运价 那个指数要去哪里看 然后我们在持有的当时 要注意哪一些指标 让你持有的时候随时看好你的持股 还有除了这个之外 重点是整个航运的景气循环逻辑告诉你 你学会这个逻辑 未来每十年你就可以做一次大循环 每三到五年做一次小循环 而且老师 是不是这种景气循环股看的逻辑是一样的呢 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你学会海运这套 你就可以套用在面板套用在低润 等等报价产业上面 面板低润这种水泥是算吗 都算 只要是报价类型的 它都有一个景气循环 那老师的这套逻辑 教给我们 大家怎么样解析 景气循环股 怎么样找出它的小循环 大循环的低点来布局 是的 好 然后这个部分详细 因为我们大概直播只有半个小时 那老师其实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解析 很详细的解释 那详细也就请大家去那个课程那边看 好 那今天呢 老师有好多QA 有人问 老师你怎么这么谈 你为什么可以 这个还要讲吗 这个不用了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了 老师可以讲 可以讲 测试吗 抓得到吗 因为我直接用你PPT的读法 好 看老师要讲哪些 好 老师你反过来可以讲 好 恭喜大家 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追踪这个讲 快一点好了 继续追踪上半年的 你那个放那边我声音OK吗 好 好 那上半年 下半年 下半年 下半年到明年 上半年 其实算一句话话 两句话话不够 这一档呢 我相信是 大家都见过的 那证文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 重点在哪里 请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 就不开XQ画面 我今天用讲的嘛 请大家回去看一下 证文的九月营收 下面的备注写什么 写什么 写什么 给大家功课 找到的同学 可以帮我们PO在直播的下面 我给你看就好了 你要给我看吗 那同学都看不到 同学自己查 快点 同学自己查 有人查到了吗 谁最快 谁最快 菲隆老师请你一个 没有啦 菲隆老师抱你 抱你一档股票 不是抱你 好 看玩笑 我们来看 九月他写了什么 九月的 九月 来 营收下面还有备注 哦 来 我念给大家听好了 同学如果记得 刚刚我打字哦 由于5G 以及Wi-Fi6 产业的成长趋势哦 逗点 国际局势变动 产业链重组 以及新客户新产品的因素 带动 正文产业之 营收之成长 嗯 所以意思这个 没有这么快 停下来 这个产业的巨轮哦 一旦转动哦 对 它不是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而已 没错 所以接下来菲隆老师啊 要换手机 他就贡献了 整个5G产业咯 好 那所以正文 正文的重点在什么 第三季 EPS 3.47 嗯哼 它公布了吗 公布了 OK 然后前三季呢 是3.5多 第四季 本业继续赚 嗯 而且获利会比第三季 还要来得好 嗯 但是第三季 这里是含它的子公司 政绩的股权处分案 哦 嗯 所以 它如果扣掉的话 其实今年实际上的获利 大概是一块多 那很少啊 重点在后面 一块多 全年是 四块 嗯哼 这间公司过往经验 本业业外全配 哦 它会配息 所以它有殖利率的保护 对 它至少配八成到九成 那假设赚四块的八成 八四三十二 三点二块 对 除以三十二 不到三十二 那十%多 对 所以很安全 哦 所以其实老师 这个配布就是 先有保护 先有保护 在看明年成长 OK 所以5G的需求 在明年会爆发 不管是正文 不管是字役 不管是奇迹 都一样 这是一个族群性的表现 了解 所以 我们还是要注意 接下来它产业的趋势 尤其是它接下来 11月17号 嗯 新产品发表会 哦 兼法说会 哦 哦 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哦 11月17号呢 公报很久 大家好好的 看一下法说 然后到那个 飞龙老师的粉丝页呢 敲碗说 老师 你解释一下 老师 帮忙分析一下 这样子 好那再来我们要公布 我们刚刚所讲的半导体族群 谁会比较好 哎呦 原来是鸿海银子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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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鼎 3 4 1 3 对 金鼎呢 在2020年今年的获利 我的预期是会创下它挂牌以来的新高 哦 2020就创下新高了 哇 这个我笔记超一下 大概是在赚一个股本的一半 一个股本的一半 又一半 一个股本又一半 这样就是五 一个股本又一半 哦 又再加一半 那你是15了 对 那现在才17了 17哦 对 那这本一本很划算耶 很低 重点是什么 它在过往 2016 17年 嗯哼 这两年的EPS是13 14块 嗯 当时股价接近300块 啊 这么厉害 嗯 那现在 我相信 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我相信这个在红包行情 应该是一个很有气势的 哦 表现公式 好 不过这个还是要持续最终哦 是的 嗯 好另外 中心店 我想问的中心店 好 中心店的部分呢 它总共有五个题材嘛 对 第一个题材就是它的重电题材 嗯 因为在法说会上它今年讲的 它手上的270亿的重电订单 嗯 都接到2023年 嗯 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嗯 好明年产能是蛮载的 嗯 再来第二件事情 嗯 未来的风电是会陆续盖好 对 风电陆续盖好 要不要变电站 要 要变电站是不是就需要重电 对 就需要他们的机 所以风电到2025都持续在盖 嗯 那它就需要持续的 对 所以它的重电订单会持续到2025 所以它才说它在手订单能见度非常的高 是的 嗯好 再来就是现在大家在炒的太阳能电厂题材 嗯嗯 未来每年一个新电厂加入 嗯嗯嗯嗯 所以它加入到2025年 每个电厂 感觉是一个长线 对 都有 获利 对 好不错 不过这个还是要好好的追踪 对追踪它电厂的进度 对 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好那另外 都更 都更 它现在有两个都更案 嗯 一个在台北市精华地段 敦 敦化南路是吗 对 敦南 寓所 一户 几亿 一户一亿吗 一户一亿 我什么时候买得起 老师告诉我 我要好好的来算股啊 你还有别的 你可以去买三重 它三重还有一个 三重还有一个都更 三重还有一个都更 我买得起吗 明年就开幕 你可以明年去看 好好好希望 我可以买中兴店 就是买中兴店股票 要当他股东 顺便当他房东吗 顺便买他的公司 买他的房子 有可能的机会 好哦 最后他这礼拜不是跟西门子签亲人吗 对礼拜二 昨天 这个部分如果未来他透过西门子这样的合作 真的可以把市场打出去的话 这就是新的事业体的成长 这除了前面重电 风电 太阳能之后 将这两个 这两年的都更案 五六年后的题材 他好像也开始准备了 都准备好了 是的 天哪 现在轻能子贡献一亿营收 所以你看不起他 对 可是未来我真的做成中 我相信这对他营收来说 因为他已经有个基底在 再加一个新的 这个获利应该是不得了 好 而且重点是如果他的发电 他的那个太阳能病亡之后 对 这个一贡献的营收 就是二十年 没错 就是一个稳定的 这个店呢 都已经跟台电签好约 不能改的 嗯嗯嗯 唉 我就没值 觉得老师你讲的 等等都好 还有另外中心店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每年配 发率维持80% 80% 那所以股东不用担心现金流 对 就是他会配给你 有一个殖利率的基本的保护门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也是我们红包股看好的标定吗 老师 是的 好 阿姆姑 阿姆姑我有个问题了 如果金钱喔 是川普赢了 欸 拜登 大家都说拜登呢 就是绿能概念股 那拜登 假设假设 因为现在正在开票嘛 对 看起来拜登有可能输耶 那拜登输了我们的太阳能绿能的股票 他会不会就不能爆啦 我跟你讲一个重点 重点 重点 打笔记 我们的蔡政府 蔡政府 到2025年 所要达到的20GB 嗯 发电量 现在全台湾的产能都不够 哦 你在担心这个干什么 所以天不满 对 所以他还会有持续不断的建设 对 好 好 我们了解了 这样子让我们放心了一下 好 好 再来就是刚有同学问的延州啦 延州延州 好 延州基本上我们来看股价走势是很稳健的 对 基本上都是在月线跟季线之上 都还是维持一个多头趋势 嗯 好 那重点是什么 延州的第三季会优于我们先前预估的预期 哦 怎么说 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第三季油价是不是在抵挡了 嗯 好 那另外第二个 嗯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嗯 延州吗 对 他有发重训哦 好 他卖了什么 来 要我帮同学念一下吗 直接念标笔就好了 好 这个延州呢 他在呃 几号 9月29号公布了 对 因为他处 那个他的职公司哦 万州化学 他处分了 他处分了藤辉电子KY 354.5万股 所以他获利有1.74亿元 是的 那换算他的股本哦 除回来 他每股贡献 多少 马上算 哈哈哈 马上考老师 你看 0.32 0.32 0.32 对于一个十几块的公司哦 他获利又再增加了0.32 对 那原先说他的林波厂第三季会进来嘛 加倍呢 对 林波厂第三季进来是8.25亿 嗯哼 8.25亿贡献的EPS是1.55 1.55 加0.32 加0.32 嗯哼 就是1.87嘛 嗯哼 那再来第三季的本业呢 至少赚0.4块钱 嗯哼 所以第三季 光这边就有2.27 嗯哼 不要忘记哦 他第三季还有什么 嗯哼 鼓励收入 啊对我知道延州有投资很多公司嘛 是的 那他这些公司哦 在第三季就是在6-7月的时候会开始赔股赔息 那这个部分延州就会认列他的股息收入 就跟我们一样零股利嘛 要算获利了 是的 所以整个第三季获利会比之前预期的还要高 老师为什么你直播之前没有告诉我 我就先买 哈哈哈哈 好可恶 听起来哦 也是1档 这个是有保护的公司 那另外呢 第四季他还处分了谁 台积电 赚了5000多万 哦 那当然第三季他应该还有处分台积电 嗯哼 所以整体下来 延州的获利今年应该会超过3块钱 尤其在股市高 他处分的都卖的不错 对没错 所以明年一定有殖利率题材 哎延州有好多子公司 你看他的子公司也有在投资 所以这个都会认列进来 所以我想 我想这样的一个殖利率表现 嗯 股价一定会有个支撑在 嗯 缓步的空间 这个才是基本面投资你要去学习的部分 嗯 有同学问泰塑 哎 我们再等等 因为老师今天呢 还有在准备别档 好 好 现在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比你 泰塑的同学 有人比你更早问 Ama 里 一位那个 之前我们有调查 非常老是粉丝 他有调查 哇 好多QA哦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这么多哦 哎 我帮 随便问一题哦 我想要先看上面一下 我想要 大家 当然今天最热门是川普 可是我最想看的是 老师 你如何从五十万变千万 因为我也很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最热门的话题 我们看今天直播可能讲不完咯 现在几分呢 好 我们先从第一题 川普 好 讲一下 好 这个呢 川普落选是不是会造成美股大跌 对 那这题其实我们一开场就有回答过 对 不管谁当选股价都 股市都会涨 因为已经先跌10%了 那当然川普当选的话 对美国是好的 对全球也是好的 因为继续印钞票 那继续做纾困 那继续纾困呢 人民就是在家继续购物 那继续购物呢 我们上次 货对需求就大了 参加了阳明的法说会 他讲一个重点 重点重点 对 如果川普当选 那美国的货对需求 可能到明年都不会结束 哦 为什么 因为川普当选货柜需求就增加 不会结束呢 因为美国会大幅的去做它的基础建设 在大幅的发出出签金 那这些输签金完全就是 让你去买东西 把经济体拉伸 说的也是哦 经济就是靠消费 靠消费起来的 那消费哦 就会带动一些货运的需求 没错 那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反而对货运量是减少的 因为他要 他是一个比较严格的 对他是不想要做那么大支出的人 对 哦 所以还是有这细微的差别 那如果拜登真的后面翻盘了 嗯 拜登当选了 拜登当选的话 海运的话 你就要去留意在公司所讲的农历年后的持续追踪 哦 对那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开开心心吧 就可以翘二郎腿 坐在家里面等着数钱吗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我们在最后一题咯 那哇 后面还有十几个问题来不及 我们下次再请飞龙老师来讲 好 我们第二有一个可 是的 是的 可是那老师之前跟我们说 还是最坏的情况哦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是这样吗 基本上可成他已经把他的 泰州厂 卖掉了嘛 那现在可成他主要专攻 其实在供车用 车用 跟AI 互联网相关的新应用 可是这些领域呢 目前对于他的贡献度并不高 哦 所以未来你要看可成的第一件事情 手上现金多 嗯 先减资再说 哦 那减资完毕之后 5G的带动 应该是可成新的契机 嗯嗯 那当然 以现在可成每股净值 应该有价值两百四两百五的价格 嗯 股价却在一百七一百八 嗯嗯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价值低估的 顺义他是一个价值低估 诶我记得我们上次八月哦 老师也是从价值低估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可成 没错 而且汇率啊 汇损之后有可能再翻回了 没错 因为他们已经不要动就好了 对 嗯 所以他不是影响本业的部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可成应该可以看更长一点 嗯 毕竟公司的财务结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直接要有耐心 好 老师我有同学哦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是有一个田武同学哦 嗯 他问了何琴控3702可以买吗 Emily同学问了泰塑 他想我知道一下泰塑的近况哦 还有龚同学哦 龚鸿鲁同学问了2103的台像 还有Emison问了贯德 太多了 好这些呢 我们要问一下陈飞龙老师 你当时无言 再来直播帮我们解答 好 那我们会事先哦 在飞龙老师粉丝团 在Smart支付月刊 Smart的课程好学哦 这个部分 这几个粉丝团呢 我们会再做直播预告 邀请陈飞龙老师哦 再来帮我们解答 这样子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如果你学起来老师这一套哦 我相信你自己就可以研究 不用他们有PTT 没有他们没有PTT 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课程的部分哦 课程就是在留言部分哦 好我们是三留言部分下面有哦 在2020年老师一档是最可哈 12月的 翻过来好了 6号跟12号 哦 12月6号跟12号 对 如果你对老师哦 怎么样算股票 怎么样挑股票 有兴趣的话哦 你可以参与这个2020年老师最中场 最重要 12月6号要抓住红包行情的课程哦 大家可以来上哦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老师觉得 红包行情最好赚的就是什么 本来亏损的坏学生啊 明年 亏转赢 有亏转赢了 面板 海韵 低润 我相信这个大家可以深入研究 那如果你学会我们海韵的课程 你就可以把它套进去 对 然后这个海韵的课程在我们留言也有哦 它其实不只是海韵 而是一个景气循环骨 该怎么看 该怎么找出它的中循环小循环哦 还有大循环在低档布局等着收割的操作方法 那给大家参考有兴趣的话 自己在在那个留言里面可以找到一下课程的讯息 课程连结 对 好 那我们这次就谢谢大家咯 大家如果希望飞龙老师哦 再来直播的话 请帮我在下面留言加一哦 超过十个以上我再请你来 啊没有就不用来了 好 这样子好吗 好 让我休息 乱休息一下 我马上自己加持 好 那我们谢谢老师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哦 邀请到陈飞龙老师哦 老师你在看留言吗 我在看川普开票 开票 好啦 但是你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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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